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11月9日 今天看到新华社发布新闻 报道重庆卫健委副主任周琳落马 那么不仅仅是重庆 还有其他的中国很多的地方 都在抓捕有关卫生领域的 卫生这个系统的一些领导干部 那原因是什么 你看到周琳这个简介 就可以知道中共反腐败也是什么呢 也是选择性的 选择的性 选择对立派是一个方面 还有一个依据什么呢 选择目前的形式 根据形式的需要抓人 为什么这样讲 你看今天新华社这个投体新闻呢 也就在这些重点报道 大字标题 这些栏目当中啊 你可以看到这个目前中国 疫情二次反弹的问题啊 你看在这里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也就是说这上海啊 报告一例这个确诊 新型冠状病毒啊 那么天津 两个区域调整为中风险地区啊 还有 这个联防联控机制 对进口冷面食品 实行全流程 这个闭环管控啊 那什么意思 就是说现在这个新型冠状病毒 并不是像冠媒报道那样 已经获得了这个第一阶段的 这个完全的胜利啊 二次就反弹的情况啊 在全国各地好多地方都有案例啊 那证明什么 证明形势还是非常严峻啊 否则天津不会把两个区调整为中风险区域 这是新华社的另一篇报道啊 讲到了这个九九号 从卫健委获得消息 记者获得消息 这个从十月九号 二十四十七天津将滨海新区 汉谷节 中新渔港冷冽物流区 A区和B区 划定为中风险 天津其他地区风险等级不变 就给大家看一看 大家想一想 这个孙孙兰到武汉去治理 这个新型冠状病毒 当时带来这个 这个自己最得意的一个这个人 就王赫胜他不就是天津卫健委的领导吗 现在这个你看天津又开始 这个出现了疫情反弹的问题啊 那当然有了以前的经验 他们非常重视 马上调整了一些区域的这个风险等级啊 就应变能力应该讲是有经验啊 速度比较快啊 那么这个媒体还报道 十月七号到至今 天津报告本土确诊病例 和无症状感染者各异例 目前调查结果显示 均于中心这个天津生态城 天津海连 海连冷冻食品有限公司 冷酷高度管理 也就是说查找了半天 是在那个地方发现的 所以赶快打动干戈啊 开始努力 那么现在他们的深层次问题是什么呢 他认为这些问题的反弹出现是什么 是官员不作为 就官员不认真办事造成的 因此他就开始什么了 开始在全国卫生系统抓人的 这是我讲的重点啊 中共这个思维方式就是什么 动辄就是什么 用抓人的方式解决 解决这个官员机型不高的这个弊端啊 这个10月9号 说是新华社引述 重庆机委 监察委的消息 说是周林 这个被抓了啊 那么说最后一次露面呢 是在这个10月4号 还主持会议的 那当官的都是这样啊 前一天还在主持会议 在会上将连接奉公 第二天抓起来 自己根本都不知道 你可见这个高官也没有这个安全感啊 你不要忘了 在重庆 你想这个周林 卫健委的这个主任 那这个官也不小啊 对不对 下面那么多医院 院长副院长 党委书记副书记 这个还有那些防疫站 这个等等啊 那些领导见了自己 不都点头还有吗 对不对 每个人的权利都是上级给的 所以说这个周林 这个最后一次是主持 是重庆市医院评审工作 推进会议 那可能评选职称吧 是吧 主持一死 副主持一死 如果说这个周林 给你哪一个医生 想提升签个字 那不就一言丢九鼎吗 这么大一个权利 你想想 这个结果他主持召开 重庆卫健委 武汉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例会 还主持防控工作例会了 那结果呢 现在已经落马了 说的公开资料显示的 说是这个周林 是五十五岁啊 这很年轻啊 湖南人 毕业于第三军医大学 我看了他个人简历啊 因为今天我看到官面 也做了一些报道 这个他在这个大学毕业以后呢 直接就留校工作啊 那么直接进入这个第三军医大学 复苏医院工作了啊 任副院长 教授研究员 08年12月 进身为院长了 你想这提升这个时间 也是这样讲吧 比较这个漫长啊 根据他个人简历啊 这个也是爬到现在这个位置上 也是非常的这个不容易 也令人羡慕 十年后 2018年10月周林任 重庆卫生健康委员会 党委委员副主任 为政厅级官员 在重庆卫健委领导中 他排名第二 一般来讲这个卫健委的副主任呢 都是这个党委委员啊 往往都是党政职务意见条啊 所以说话才算数嘛 才这个地方就是 这个有一批人啊 罪随啊 这个前后后拥得没天啊 所以说他落马之后 根据网上的消息讲 说是网友都纷纷理着一文 说这种人又有职称 又有官职的人 贪污太容易了 左手套右手一年贪污个 上亿不是问题啊 你想这个多可怕 现在官员 这个只要手里有着权力 胆子大的话 都有腐败的空间呢 你想那么多的重庆的医院 我估计不会下 不会少于失所医院吧 我没有调查啊 这个现在城市那么大 这个直下市啊 肯定有很多医院 医院你想 比如说这个医院的扩建 进的医院材料 另外各个医院采购这些什么 这个医疗物资 是吧 那个针头针管啊 绷带啊 这个各种药品你想 都存在 腐败的这个空间 如果拉了关系 其他股八大一都参与到这些 办一个公司 专门经销这个医疗设备 和医疗物品 那不就发了大财吗 是不是 就是很可怕的 所以说一旦落马 就可以算总账了 那么网上消息 我看有的网友留言啊 这个说是 呃 该医院系统 只有这一个苍蝇吗 不能托你带水 那肯定了 你说了他以后 他是内建委副主任 跟随他这些院长 副院长下面那些各个部门啊 还有这个什么防疫站呢 这个这些部门领导 都可能有的人受到牵连 或者是这个给他送 送钱送物的 那作案主义是吧 谁给你送的 说是 某某医院的这个 党委书一送了 再给党委书一再抓起来 这搞得 拔出萝卜带出 你也能抓一大批啊 所以你看 重新的官场 怎么能够就暗定啊 那么为什么现在 忽然间可以抓这些人 刚讲到了 就是因为发现 这个现在 疫情这个问题 又开始严峻了 那中共治理这个国家 没有办法 没有别的办法 习近平的 这个力气就是什么 抓人 你不听话 不听话 抓 抓判 判案反正是在 把你拿下去之后 换自己的人马再上 所以他这一抓人 重庆了 那陈敏尔 高兴了 把这个位置 再给自己的铁哥们 自将新军 普将新军 对不对 过去陈敏尔在 这个浙江担任 这个 《正向日报》 社长总编辑 肯定认识很多朋友 朋友的朋友都有 肯定有的人 就是这个医学方面的 的专家 或者是这个学科毕业的 比如说打电话 通过起去找后门 找到陈 这个陈敏尔 陈书记 我这孩子 就毕业了 给安排的地方 是不是 后来有一个情绪 在哪个 这个省市 也是搞 未见为工作的 没有地方安排 行 这下正好有位置 这个人一抓 把自己的位置 把这个 自己铁哥们 安排上去 对不对 然后由他来 再领导防疫 他就认为是可靠的 实际上本质都一样 所以这种情况 现在在全国范围内 是屡禁不邪 你看 10月14号 这个青岛市 卫健委 党委书记 主任 这个叫主 叫隋振华 被抓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 这个 被停职 说为什么呢 因为治理 这个疫情 不利 我们知道前不久 青岛博士也爆发了 还有卡什 这个还有很多地方 河南等等 说是隋振华 曾任山东青岛市 林业局局长 去年1月任 青岛市 卫健委 党组 副书记 主任 8月30号 他被任命为 青岛市 中医管理局局长 这个钱 打了 你想中医 那么多药店 那么多药铺 这么多种草药 进进出出的 从这个 回口里 点一点点 形成了 就是望洋大海 要敢叹就叹 虽然是清早 是个小城市 但是医院也有十多数 对不对 所以中共的党官 都是这样 共产党利用 腐败的特点 你来吧 来就有钱赚 又有名又有利 全钱教育 全社教育 都是大幸祈祷 你想医院里 那么多的 漂亮的护士 医生 自己也肯定是 有的人比较贪婪 有可能在这方面出事 都连着一起的 你再看 其他城市 8月21号 湖南省卫生监理 卫健委 党委副书记 副主任 黄慧勇 涉嫌危机 又抓起来 那也是为了 通过抓的方式 告诉别的官员 你要不好好干 这个一旦不作为下面 如果疫情二次反弹的话 就工作就没了 给你管到监狱里去 你看 7月29号 西藏自治区 卫健委 党组书记 副主任 王云廷 涉嫌严重危机 正在进入调查 这个说不定 是不是以前 他有可能是属于 胡春华的地席 因为胡春华 两次紧张 对不对 这就有可能 不要排除这个问题 还有7月15号 天津 河东区 卫健委 委员 副主任 汪雅杰 涉嫌严重危机 违法 接受调查等等 就不去列举了 网上有很多 这都是海外网站报道的 我做了一个综合的分析 也讲到了官媒 目前 面对严峻的疫情 二次反弹的形势 这个一些信息 同时 总共 他解决这个社会的 存在这些 突发思想 唯一的办法 他们认为 就是抓着你 这就是 政治体制决定的 一人 这个一党执政局 加上一人独裁 那习近平领导这个国家 那就是强 强 国际上是 战狼事 维交 到处树敌 那么在党内 到处抓人 不听话 就抓你 抓完 控制为止 再给别人 别人上去 如果再不听话 不符合这个 这个西核心 我再抓 这样恶性的循环 也不知道 这个 这样搞下去 这个最终会怎么样 那么今天的 海外旗探节目 就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 广大网友的热爱 谢谢 谢谢